我认为找丈夫最重要的第一就是三观症 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 我跟你讲受不了那个动不动就发火了 掉脸子 那个太痛苦了 对 特别有的人喝完酒之后就变成另一个人 那种特别可怕 平时跟你可好了 一喝完酒之后是另一个人 必须脾气得好 很难遇到 没啥人喜欢我 你就是能把别人处成哥们那种 对 但你不会觉得你不会很想谈恋爱吗 我想 我想很久了 可是我觉得谈恋爱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是宁缺无扰的 宁缺无烂的 但是还是要谈 人不谈恋爱和谈恋爱是两个状态 对 谈恋爱的时候人都是漂亮的 人漂亮 真的很漂亮 对 而且每次谈恋爱的时候我都会身材大管理 就减肥 对 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身材都不用管理 我只要一恋爱就受 我也是 我也是 是不是 因为食不甘胃寝不安稳 就是 兴奋 整个那个内分泌特别活跃 就是 对 就是怕两秒钟没回微信 就觉得他在干吗 怎么还不理我 急得不行了 不行了 你就练练脑了子彦 我就特别想知道是谁 谁 我俩交给你 我俩交给你 笑啥呀 要哭了 没有 谁呀 没有 我昨天哭了 今天不哭 我教你们一招 就任何男人 你们越爱这个男人 越不理他 对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他给你来电话 千万不能接一开始 但我受不了 就是一直等着 一直等着 你千万不能犯这个啥 你要听老菅巨华的人 教你一下 首先 如果他对你有意思 你就记住 不要他只要约你 你就去 我有点太忙了 这段时间 不对 你就说今天没时间 明天可以 怎么回 也别让他 误以为你不喜欢他 欲擒放纵 故作 欲擒故作 还是梦见有吗 欲擒故作 但是我跟你说 道理都懂 但你真的遇到喜欢的人 你都爱死了 我哪就这样 不可能 最愚蠢的就是 你爱上一个男人 然后你连女朋友 也都没有时间见了 你所有的东西 围着他转 你越这样 他越轻视你 然后随着你们的年龄 越来越大 他就有负担了 因为他知道 只要跟你一好 两年一年 你着急 会要孩子 会要完整的家庭 所以你实际上 你当你越爱他 越拿他当中心 你就越失掉自己 越失掉自己 他越轻视你 这就是男人 还是得有自我 他也是得有自我 女人就是靠自己 真的 不 但是你告诉我们了 无论就是到年龄的哪个阶段 都要相信爱情 不是你 AI AI上见了 可能后面有人操作了这个按钮 哗 上见了是什么意思 上线了 说你像个AI 就你的身体里有一些程序 就设定好的 什么时候要说什么话 都已经编好程序了写进去 然后会突然间就说出一句这样的话 你跟人 你比如说你跟你谈恋爱的人聊天的时候 有过就是非常真诚的 不那么的 叫AI AI AI 人工智能 AI的时候 你会不会 你从来不AI AI 因为我不觉得我在AI 因为我正常的时候 就有这种方案 这是个玩笑 就是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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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你这样吧 一旦你有了 你告诉我 我教你 可以 你有了 我也教你 不会很难有 你是要长相吗 我要长相 你要长相 我又要长相又要合 再一相就行 腊木以后一定要找个好对象 腊木多优秀 性格又好 咱这谁不优秀 不是 我跟你们找就肯定不一样 我是离了婚了 然后带孩子 那我要找的肯定就是 可选性就比较少相 嗯 还是很多的 不是 我首先找一个人 首先得接受我 还得接受我的孩子吧 我的孩子也得喜欢他 就是 条件就更 就是 选择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我觉得你不要把 就是这个事情想得那么复杂 就是如果这个男的 就是真的爱你的话 他可以接受你所有事情 太难找了这种 能跟我谈恋爱 这个年龄段的男孩 就是 要不就有家 有女朋友 孩子比较稳定的 要不就是 弟弟 纯弟弟 我跟你说 追我的全是弟弟 我觉得弟弟也不错 他就聊 挺好的 你的男朋友 可以永远23岁 对 哎呀 收哑星的快乐 我要体会一下 来 来吧 来吧 听他们那么坦诚的说 他们很想要爱情 我觉得他们都很真实 那你在恋爱的年龄 没有遇到 没有那个机缘 他们也会有痛苦 但是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的女孩子 不依赖男人活着 我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所以你只有靠自强 如果你结婚的话 任何可能我都会去 希望有这一天 一定会有的 我们都要去啊 所有人到婚礼 我都要参加 来来来 我相信他们都会幸福的 因为他们都很可爱 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会老 我老对女孩子说 要抓紧青春 转瞬即逝 因为人生太短了 一年都不要让她白过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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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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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